接下來這一段影片是為了一個朋友拍的 就是我要講解一下自然反應的部分 就是烏克麗的自然反應跟一般旋律器應該都是一樣 你看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有一組的自然反應 然後再來上面這個把位也有這個地方 當然在上面這裡也是會有囉 然後反應的按法 應該大部分人都知道就是你碰在弦的時候 瞬間彈開 瞬間彈開 這個是就是自然反應 然後但是自然反應我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這個地方碰著 可是那個重點就是你碰的時候要剛好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要稍微練一下 用這一指碰然後用這一指彈開 用後面無名指 或者你要用中指也是可以啦 只是我個人比較習慣用無名指 因為下面的位置會比較剛好 那人工反應的道理一模一樣 比如說我現在按著這一個 然後原本是這裡的話是自然反應 那我如果把它往下一眼 就會是這個音的自然 就是人工反應 再來這裡 人工反應 就自己抓它的位置 這個位置可能要稍微抓一下 因為21吋的它下面還有就是少比較多個 可是如果你的琴是23或者是26的話 那應該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不需要自己找那個音 比如說我們以最簡單的小行星來說 好了 嗯 從DO開始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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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一點點小錯誤 不過主要是為了要示範反應給我的 一個好朋友聽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囉 有問題再問我吧